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拆脸牙套复原会大变样,硬汉变仙女美到不敢认,终于相信卑鄙没有整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只要我一提到洪荒少女,想必大家就知道是谁了吧,那就是复原会,复原会属于国家游泳队,为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,贡献了很多力量, 现在复原会也逐渐地进军娱乐圈,前段时间还参加了综艺节目,之前复原会一直都默默无闻,很少被大众所熟知,疑似在得冠后她的夸张表情,被很多人说成,使出了洪荒之力,从那之后复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,另外大家也都知道,复原会的长相并不是特别出众,尤其是她的牙齿,复原会2016年还没矫正牙齿时, 眉牙突出,呈现外发型,下额也显得方正,一度成了外界调侃焦点,之后她悄悄戴上脸型牙套整牙,据悉,她的牙齿不难矫正,几个月内就全部归位,连脸型都受出尖下巴,露齿而笑时,整齐洁白的牙齿全都露得出来,整牙后,复原会宛如换了一个人,全身散发出凌家女孩气质,颜值瞬间飙高, 之前复原会的牙齿不是很整齐,这让她的外貌就没有那么出众,如今她整完牙,变得更加漂亮了,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不少,一件绿色短袖,三只小狗的印花,看上去非常可爱,领口拼接黄色,提样整体的气色, 而且复原会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,相信很多人了解到,她是因为那句,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,身为运动员的她身材会更加健壮,和其他美女不同,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轻易看到阳光, 她平日里的穿搭也是很简单的,居家的生活是轻松欢快的,做人会一件彩色印花的短袖,休闲十足,丰富的色彩凸显出她精彩的内心世界,扎着滴滴的丸子头,戴上眼镜,让她看起来斯文了不少,与狗狗的互动,十分的亲密友爱,蓝色的短袖搭配黑色短裤,很舒适随性的装扮呢,蓝色的上衣在大海和天空的衬托下,更为精心干净, 蓝色字母做点缀,丰富整体的元素,使其不显单调,灰简的极肩发,让复原慧更有女人味了,戴上墨镜酷酷的气质,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,很少人能像复原慧这样,将运动服穿的这么有气质,经典的红白配色,时尚又亮眼,上衣是以白色为主调,错边和拉链拼接红色,在视觉上起到显瘦的效果,红色的裤子,宽松垂直,复原慧挺拔的站着, 整体看上去精神饱满,帽子对于很多公众人物都是必备的,尤其是帽子对于艺人,简直就是机场神器,复原慧戴帽子感觉就完全不同了,蓝色的帽子青春活力,反正戴更显幽默风趣,很符合它的气质呢,白色短袖加上牛仔短裤, 脖索的休闲运动风,参见晚会穿上晚礼活的复原慧,又是不一样的,绿领的黑色长裙,优雅中带着一丝小性感,接近一米八身高的复原慧,即便是穿着到脚踝的长裙,也显得高桥十足,中秀的设计可以很好地隐藏手臂的肌肉,微微凌乱的头发散发出庸满的感觉, 身陷牙齿问题的还有羊颖,当年他被质疑说是整过容,不少网友因此对他很不喜欢,他说只是整了个牙齿,看了复原慧的变化,可见羊颖说的是真的呢,可以看出牙齿对面容的影响还是很大呢,对牙齿健康我们要更加重视了呢,因为刚出道和现在的研制差距,让Angela V接受争议,对于整容事件,Angela V否认过很多次,承认自己整过牙齿, 所以才会有否变化,但是外界一点都不相信,整牙齿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,有种整容叫复原会摘掉牙套,取下癌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,美到不改任,现在网友终于相信Angela V没整容,没想到整牙齿对一个人的影响这么大,祝以上内容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点击订阅,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,添加小铃铛不省让地转饰